小鴨皮其實是在記錄一個去年 我們其實不應該講去年 應該講說他一開始在開始開洞峰的時候 我一直很注目 去年我來到這個蟑螂交會的總會服事 剛好在這個地方可以在這個制高點 開始去關心的一個議題 我們現在面對著一個非常巨大的怪獸 在那裡擋住我們平台的身影 但是我們仍然有希望 我們仍然燃起那一半希望 要繼續來對抗直到這個飯店倒塌 我們需要被關心 這個哈沙女孩水利場已經被政府賣給財團 要蓋美麗灣變成美麗灣 那我們就開始在驚覺這個事情不太對勁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這邊 海岸這邊美麗灣來到這裡以後 他從93年跟前任縣長17年簽訂了合約 然後沒有經過部落主人的同意 然後就簽出去50年了 其實當我們看到那個美麗灣建築物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都快蓋得差不多了 那其實我們心裡也在問說 為什麼他可以蓋得這麼大 那時候不覺得說自己有什麼力量 可以對付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對零器 因為一個飯店委員告訴我們 說美麗灣和麗湖都已經建完了 結構品都建完了 才叫我們飯店委員來幫你 那那一屆的飯店 就是從頭到尾都給他過對不對 黨人之後呢 那他們就第二年就換另外一批 就是完全換另外一批就對了 除了一兩個人留下來以外 其他全部都完全換 那完全換 環延委員 所以這個東西當時政府可以操作的 好 那就是可以操作 當時第二批就讓他過了 2080那批就讓他過了 所以當這個開發規避環境之後 就讓他們來建造六公圈 這個六公圈的中間每個月三萬塊 然後加錢利金的百分之二 這等於如果對一般來看 這叫做賤賣國土 面對長期國民黨政權的 按照我們自己現在人的觀點 叫做雲雲化 都非常成功 政府講一句 那我們就是做一個動作 所以政府做這個動作 其實對大部分的原住民 沒有什麼太大的 其實贏不起原住民的注意 但是對現在原住民的知識分子 因為我發現了我是這邊的孩子 我是部落的孩子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不能 我不能讓美麗灣這樣子的飯店蓋在這裡 因為那個是我們共同的海域 這是他可以霸佔的 其實我們認為這些公園 都會主要在徵受 還有倫敵上面 就是明明這個地方是誰的地方 政府說這個地方叫國有地 可是誰就在那個地方 為什麼是國有地 我們今天做法 把這些所有的土地 全部送回公有 然後又可以隨意的把它 購買給裁判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 尊重原住民族土地權的錯法 財團的利益 絕對不是等於大眾的利益 還有這種普流開發 我們要讓它 讓它越來越困難 我相信制度 我不相信人 所以我相信白紙約字 寫成的制度 都有可能會 更何況 我絕不相信 譬如說叫我們副縣長 他會遵守他的八大承諾 或是遵守目前的現行 關於不提開發的事 他們有可能要出去外面打拼七千順 等他們老的時候 他們沒有一個土地 可以讓他們落葉歸根 這個地方的部落會發展 會不去 各位不是部落不去 文化也會不去 很多的事情甚至 三遠海水浴場這個問題出現 對我們來講就是 再次看到人破壞上帝 創造那最初美好的世界 所以對我們而言去表達 把這樣不公義的事情表達出來是 信仰的態度 是我們在地上 只是敬上帝仆人的職責而已 所以我想這應該不是一個衝突 而是一個責任 現在我們好不好 反對美麗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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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山陽彎 守護山陽彎 反對美麗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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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林他也是回到部落之後 發現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他開始 來 關心 一開始的關心 其實是非常無助的 他找不到人 他好像只有整個部落 剩下他自己的家子 來到台北 然後我們跟他見面之後 我告訴他說 長老交會 會去關心 那一年 去年的12月13號 我帶著 我的太太跟 孩子跟兩個助理 然後找了剛剛有看到的法奈 另外一個唱歌的法奈 還有坐在後面的活命 我們就到總統府前面去 不到十個人 在那裡演出了一場行動去叫做 送黑心禮物給總統 要去對抗國家 要去對抗財房的時候 我相信 長老交會 有建政 導致在這個地方 雖然這個地方 並沒有長老交會 教會設立在這裡 但是 長老交會 並不是因為有教會 在那個地方 我們比較要抱負那個地方 是在這個土地頂頭 對有無公義的事情 我們就要和人聽著作為來發聲 你現在會這樣 我對非力為 主權 揮華我們海洋的主權的話 我們會流亡嗎 我們會住在西州部落嗎 我們會住在沒水沒地的地方嗎 如果把原來住在這裡的人 驅走了 然後長期再用這個名義 把這裡的人 驅責了 你竟然這是公義嗎 你竟然這是正義嗎 我也笑笑的看著他 他可能去海邊去了 7月19號的這個活動 我們透過他的行政資源 強力的去告訴這些原住民 不要參加 然後 我們在 12月31號一直到1月1號 我們去辦了一個叫做跨年的音樂會 人數不是很多 大概一百多人參加而已 而且說 這樣的一個東西 長老教會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精力在那裡投入 得到了什麼 其實透過因為介入長老教會 介入在這個當中的時候 整個東海岸 從花蓮東華大學的一批學生 一直到台東南田在反核廢 的這群人 我們因此這樣結合在一起 今年的430 他們展現了那一個結合之後 大家在一起的那一個力量 在台東辦了這一個所謂的430的反核廢 這個 反核的這個遊行 跟台北跟台中高雄一起串聯起來 我要講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 當我們願意下去關心 那種關心不一定 是在主流媒體想要得到的東西 因此我要先 非常簡單的來 來看看說 到底長老教會 在這裡的關心 他在檢查 他在看顧 他在保守 他的致命 因為我們等一下一起 興起來 祷告 這一堆活的神奇 也代表著 我們的希望 在這塊美麗的海灘上面 在新的一年就開始 我們神奇這一堆活 我 要代表著 我們隊長面對著 一個非常巨大的怪獸 在哪裡 擋住我們心海的聲音 但是我們仍然有希望 我們仍然 展起那一半的希望 要繼續來這趟 直到這個飯店到他為止 所以在這時候 我很想 跟我們一起來洗澡 為著我們這一塊美麗的土地 來洗澡 因為我們要向眾人來見證 基督徒最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是為我們的鄉土祷告 當我們祷告的時候 就是為我們的鄉土來付出 所以今天 我特別代表台灣基督章的教會 來到我們當中 跟我們在一起 是要告訴我們 台灣基督章的教會 看見我們東部這一些的墓長 這些不同的宗會 不同的族群 與大家結合在一起 願神的平安跟我們同在 願聖誕的喜樂 帶給我們真正的平安 願神祝福我們 謝謝各位 各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